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那个老疯子传法于你 我也不为难你 旁边 姬子月大眼中光彩闪烁 老疯子那是何等的人物 六天年前就已经南风抗手了 叶凡竟与他有些关系 这也让他非常吃惊 可是 既然相遇 若是就此错过 实在是有些遗憾 孔雀王用手一划 这方天语当场黑暗了下来 原本烈阳当空 一片光明 他翻手就让夜幕降临了 如此手段让人心中凌然 漆黑的夜空中 星辰满天 像是一颗颗钻石镶嵌在夜幕上不断地闪耀 也算不上为难你 无论你能否穿过这片夜幕 我都任你离去 我只想看看你的体质到底有多么强横 这是伦海异象 星辰要青天 姬子月非常吃惊 孔雀王随手就挥了出来 简单而随意 这是一种传说中的异象 极其强大 他无需通过沦海施展 仅有一些暗淡的小心而已 我说过不会为难你 这不是完整的异象 孔雀王话语淡然 带着一丝笑意 此刻 夜梵仿佛置身于星空下 一颗颗星辰在闪耀 耳吼放大 竟然向他慢慢压来 隆隆隆的 天崩地立 每一颗星辰都在快速放大 重如山月 璀璨夺目 将整片天穷都被照亮了 那已经不像是一颗颗星辰 倒像是一轮轮烈阳 叶凡心中亥然 这是怎样的异象啊 每一颗星辰都如此的恐怖 似完全可以击毁大地 具有无与伦比的磅礴压力 他心神震动 身体嘎嘣嘣嘣作响 浑身的骨节都在抖动 承受了莫大的压力 那些星辰相隔无限远 还没有真正的压落下来 就已经如此恐怖 实在不可想象有多么大的威力 人们在谈论异象时 总会提到上古大能开创的意象如何强决 眼前的孔雀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能 他的意象果然可怕 叶凡被深深的震动了 对方显然在无限的压制威力 严明 只是一些暗淡的小星而已 更是未将那所谓的春天展现而出 就已经这样恐怖了 真正的星辰药青天意象 到底有多么的可怕呢 漫天星斗摇产 叶凡艰难的在大地上行走 他的身体发出隆隆的海啸声 似乎不甘被压制 更有雷电在交织 像是来到了开天辟地的初始年代 他的轮海中流转出奇异的力量 叶凡心中悸动 他现在终于渐渐明白 荒谷圣体对异象分外抵触 受到压迫就会有异动 无论是上次的海上生明月 还是这次的星辰药青天 全都让他的体魄有了反应 震动出莫名的毅力 叶凡在星空下前行 一步一步向着前方走去 在大地上留下一喘深深的脚印 星辰未尘落 在上方流转光滑 像是万物母气 又如宇宙星云 向着叶凡汹涌而去 可插一声 叶凡感觉像是在背负着大月 头顶着青天 脚下的大地在崩裂 浑身骨骼不断震颤 如铿锵的乐章在回响 空的一声 猛烈的震动 叶凡发现眼前一片光明 走出了那片夜幕 回首望去星空消失 只有地上崩出一道道大裂缝 全都是自那些脚印蔓延出去的 不错 这种体质名不虚传 孔雀王点了点头 眼中闪烁出奇异的神色 露出赞许的笑容 他已经通过考验 可以让他离去了 至于我 要杀你就杀吧 我不怕 季子月昂起头颅 亭亭欲立 眼下他已经平静下来 不再有距异 你这个小丫头 倒是有几分骨气 孔雀王背负双手 清秀的面容上 看不出什么表情 杀了你有些可惜 难得出现你这样的体质 就此杀死 等若再做绝灭之事 这样说 你会放过我 季子月的大眼 扑闪出动人的光芒 孔雀王 果然是胸襟开阔 不愧是传说中的前辈大脑 子月在这里表示感谢 你这小丫头 倒是会顺杆爬 我几时说要放过你了 孔雀王露出淡淡的笑意 你明明说 杀掉我很可惜 季子月小声嘟囔 胆却不敢摸牙 前辈 错不在他 要杀就去杀鸡家太上长老好了 他一个小丫头懂什么 没有必要将他牵连进来 叶凡在旁求情 你自己很大吗 孔雀王回头看了他一眼 而后望向季子月 我会留下你的性命 不过你要和我走 不要再回鸡家了 与大帝的后人正好可以互补 季子月被吓住了 跟一个妖族大能走 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可怜兮兮地说道 不要啊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 更没有做过坏事 我连蚂蚁都没有踩过 你们鸡家太过分了 杀我族人 追杀大帝的后裔 我自要给些颜色看看 带走你的话 我想他们一定会后悔 做了那些事情 我昊月哥哥怎么了 你没有把他杀死吧 季子月紧张地问道 身体确实不凡 但他逃不掉 不要杀昊月哥哥 他是神体 随意杀掉的话 更可惜 季子月哀求 孔雀王漫不经心地说来 神体又如何 据说 老疯子当年亲手避过 修制大城的东荒神王 我的寿远等不到 那个时候了 只能杀一个完全 没有成长起来的神体 来一了心愿 旁边 叶凡宇 季子月无比震惊 老疯子太逆天了 连修炼到大城境界的 东荒神体 都被他毙掉了 这真是 骇人听闻 我哥哥到底怎么样了 季子月非常不安 我的大弟子已去擒纳他 我坐等你们 鸡家之主救援 孔雀王话语平静 但是却让人心惊 果真不愧为妖族大能 具有这样的大气魄 八百年前 与遥光圣主大战 今又要硬汉鸡家圣主 就在这时 孔雀王望向天际 南宫正 既然来了 何不现身 天空中 花瓣飘舞 片片晶莹 一条由鲜花铺成的大道 笔直的自天际冲来 阵阵心香 沁人心脾 光滑迅烂 鲜花大道绽放锐彩 快速到达眼前 在上面 立身有一个轻衣男子 身材挺拔 眸弱星辰 白发如雪 昂然而立 甚是阴伟 传说中的人族大能 难公正 修炼长生诀 以草木为家 以鲜花充饥 身边从不离植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